大家好 现在中国要做最坏的打算了 现在讲一讲中美关系 有很多专家像那个沈毅复旦大学的也在讲这个东西 美国是希望中国发展经济会导致制度上的改变 但是中国的这么多年的发展 包括2025的千人计划都导致西方这种幻想的破灭 然后邓小平提出的是韬光养晦不要当头 现在是中国在世界上 在联合国在世界卫生组织 刑警组织各个方面发言比较积极 而且是推出了自己的一带一路这种 所以现在在这个讨论是非常多的 美国的精英阶层实际上是达成了 就是说要就是自己要做世界的老大 他老大思维 谁是老二就打打谁 你看二战的时候 英国老的老二 美国 他逐渐生生生生成老大了 后来他又打那个打压了苏联 后来又打压德国 后来又打压日本 就谁是老二 现在他认为中国是老老二了 他不管你是盟友啊或者什么 就把你从那个原来是伙伴 竞争性的伙伴 现在要给你打压你要全面的出手 从各个方面 从军事上现在去南海 敌进侦察 派军舰去敌进侦察 中国就是去驱离 中国说7月1号 说在南海要进行演习 军事演习 然后7月3号 美军的也开过去演习 就在南海就开始演习了 经济上就打贸易战 打那种中美的贸易战 让中国去特朗普去 第一次去中国访问的时候 拿到了2500亿的订单 然后就向他的个选民 你看我有本领我可以拿到 他本人是一个商人吗 是个房地产商 就是盖房子呀 他就是把他商人的一套 极限施压 不断的要价 反正你对我也没有什么 我说说台湾 打打台湾牌 打打香港牌 就是让中国的 中国的地盘上出现了 骚乱 动乱 新疆问题 西藏问题 香港问题 他的议会也不断的通过那种法案 就是地缘政治 还有就是打高科技棋 你看在通过加拿大 扣住了孟晚舟 打华为 不让英国用华为 不让法国用华为 让英国最后的行动 推动了 就是退缩了 中国移动 给那个爱立信 把5G那个业务给了爱立信 就是要换去欧洲的市场 然后英国原来是 对于华为去签5G 法国也是一样 那结果现在这两个都就是出尔反尔了 还有现在准备打那个抖音 包括中国的APP 就是高科技棋也要打 还有就是去增持 支持公开支持那个香港 新疆西藏 这种造成中国那种分裂 高耀松他觉得 他说这现在是一种 也许这是一个对赌国运的时候 万众一心才能共渡难关 美国的精英阶层是 但是无论我辞出什么招数 就是你比如说 大家认为川普是个疯子 是个真小人 然后拜登是个伪君子 说这个东西 说无论我实行什么 都是要保持美国的霸权地位的 霸权地位如果动摇的话 就会从军事上 首先是军事上 然后从经济上 然后从政治上 全的方位去施压 包括特朗普的视觉卫生组织 这种 有专家分析就是说 特朗普这个谋士 身边的谋士 就是现在越来越低了 水平越来越低了 不是说那个超一流的 那种谋士在身边 二流的也没有 现在基本上是三流的谋士 在他的身边 所以让特朗普就是大跌大家的眼镜吧 原来特朗普在与希拉里的竞选中 2016年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这个疯子不可能赢 但是特朗普把希拉里定位成一个骗子 所以大家最后 包括中部这边 还是选择白人 还是选择特朗普 胜选 有的人 有的网友就很有才啊 说是这是强盗理论 就是说只要获得最后的胜利 就会得到全部的利益 说白了就是练个渣都不打算留的 所以建议中国一定要做最坏最坏的准备和设想 一定要特别特别的谨慎 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还有的就是说从底线思维来说 从那个极限撕压的上面来说 说一方面是美国出现了退化 他是作为那个世界警察 他宣布特朗普宣布也不当世界警察了 也退各种朋友圈了 最新是退了那个世界卫生组织 他从这个美国从切断技术交流 就是特别明显就是留学生 留学生的签证上面 就是你如果毕业的话 在美国造不到工作搜索这种签证 你如果在现在上课的话 如果上的是全部是网络课程的话 那你就得不到签证 你来不到美国 所以就是留学生限制 说是无名化妖魔化 说这都是间谍是这种 还有就是经贸交流 说是中美要完全脱钩 完全脱钩 完全脱钩 你想这个现在这种像超市 像沃尔玛中 百分之九十都是 Made in China Dollar trade 百分之九十 都是Made in China 现在在被其他国家所替代 Made in 孟加拉 Made in 印第 Made in 巴基斯坦 Made in 越南 Made in 尼加拉瓜 就是被其他的国家所替代 还有一种就是说 建议啊 建议中国要放弃幻想 准备战斗 而且现在不能排除 在南海去擦枪走火 而且美国是 就特朗普说 保留那种全面与中国脱钩的准备 什么是全面脱钩呢 那就是最坏最坏的局面的出现 各个方面都会受到深重的影响 中国现在是 我不给你那个全面脱钩 因为美国是市场是非常的重要 能从中国的生产的产品啊 就业啊 各个方方面面 都是巨大的市场啊 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 发生那种增值的话 熊鹰和巨龙之间发生竞争的话 世界经济就会出现重大的衰退 所以说要管控那种危险 把它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 无论是特朗普连任 还是拜登当选 都是把这种范围控制的 可控的范围之内 该那个该贸易的贸易 该卖产品的卖产品 该买美国农产品的就买美国的农产品 这样的话 大家都有饭吃 都有活干 都能把经济搞得好一点 让中国人民 让美国人民 都有一个好的生活吧 这是我们的希望 就是能够管控 但是要做最坏的打算 做最坏的准备 因为现在 今天的2020年7月8日的 中国和美国 与过去已经不一样了 特别是现在是 美国是7月8日 中国已经是7月9日了 这就是两国的不同 两国 美国当时白天的时候 中国已经进入了黑夜 当中国是白天的时候 美国又进入了黑夜 所以两个国家 在一个东方一个西方 代表一个是东方文明的象征 一个是西方文明的象征 所以两个之间 还是要磨合 怎么磨合 这就是两方领导人的智慧了 政治的智慧 如果就是过去那种老话 斗则两败俱伤 然后合则两利 合对中美双方都是比较有利的 现在是发挥 就是不论是从高层 从那个中间 从那个高智商的到普通的老百姓 大家都是希望 中美的双方的领导人 政治精英 经济精英 方方面面都能够出来 去 共同去解决这个问题 不是形成一个死局 让大家都走不出来 好 谢谢 这是张昂东 在美国的爱达河州的首府 Boissey Garden City 给您带来报道 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您的点赞和评论 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